各位觀眾午安 歡迎收看1600股民開獎 這股民的一南雜政 由老師來開獎囉 我是崔佑達 今天凌晨看到了 每股四大指數全數拉回 台股實在是難以独善其身 早盤重挫快要200點 一度跌破了万四大關 但是午盤過後 有低階的力道相當的積極 今天留了白點的下影線 明天是2022的最後一個交易日了 多頭能夠反撲讓封關日收紅嗎 要來請教的是資深分析師張家豪 澳號老師午安 又打大家好 我是阿豪 而明天早報的頭版頭條 應該就是台積電囉 台積電今天早上在南科 舉辦了3奈米的量產典禮 董事長劉德英是信心喊話說 他看到了3奈米的需求很強勁 糧綠現在也已經跟5奈米差不多囉 轉折拐點浮現了嗎 要來請教的是資深分析師曾英傑 傑帥老師午安 又打好 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阿豪老師我們來看看 在今天的賣壓到底是誰在賣呢 剛剛看了一下籌碼不得了又是外資 外資在封關前 持續的在調整現貨的部位 但是您在這個禮拜 不斷的提醒大家說 其實現在股民們持股的操作建議 就是黃金比例7比3 7比3是什麼呢 幫大家複習一下喔 包含了三成的資金呢 你是要做短強短的 營收啦 寒假 有題材 這個有營收護體的加持 可以短打短充的 七成的資金先保留現金 做電子股回溫的時候 再來進行抄底的動作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很多的電子股 其實在五盤過後 有積極的買盤低借 不只是護國神山 留了這個低檔的紅K棒 像是什麼板卡顯卡族群 載板 面板 好像都有點火的力道 低檔的跌聲反彈 適合抄底了嗎 對 其實沒有錯 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說你把全部的資金 all in下去的話 其實在這個禮拜 大家真的有感受到 比較辛苦一點 對 比較悶啦 所以接下來在這種量縮的情況之下 其實真的不太適合 把全部的資金壓進去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各位 我們用這個策略的一個方式 也就是說 目前如果要操作的話 大概三成的資金 在裡面就好了 但是請你手上 至少準備五到七成的現金 這些現金要等什麼 接下來元月最晚最晚 在過完農曆年之後 的一個紅包行情 是由電子股去帶動的 那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其實在這一個禮拜 大家應該會有種感覺 就是當量縮的時候 真的很難做 有一些很強的股票 在盤中看到衝上去了 買進去 所以我尾盤被K下來 或者是說昨天強勢的 什麼觀光飯店 今天也被K下來 對 所以其實如果說 你現在還要操作的話 應該是這三成資金 應該是準備 接下來過幾天 就要馬上公布 12月份的營收 有機會再創高的 像禮拜一跟各位去提到的 這個AM的族群 副廠的族群 另外一個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每次到寒假的時候 平常都沒有人在問他們 但是每次到寒假的時候 都會冒出來的 那就是遊戲類股 遊戲類股 對 遊戲類股 為什麼 因為它跌破了這個上升切線 那跌破上升切線 你要在這地方 all in下去的時候 我是覺得有一點在賭 所以我們保留三成的資金 在裡面就好了 而且這三成的資金在裡面 也不是說隨便去設 特別是你看到 聽到那個題材 然後你去追的話 最晚追完 大概隔天或隔兩天 就被人家倒下來 等一下會舉一張很特別的例子 所以你要去抓那個 也就是說你明明知道 每一年到這個時間 它可能會有一點表現的 那最明顯的就是這個線上遊戲股 那譬如說我們幫各位去抓出來的 像這個星象 明星三缺一這個廣告 可能過幾天 大家就會一直聽一直聽到的 所以你看它就會有所期待 是不是就衝上去 今天差一點點又要過高了 差一點點又要過高了 那包括說像這個橘子 這個天堂 很多人大雪時代的一個回憶 那他們家的股票 你看今天他硬是給它創高了 我已經創高了 可是尾本是被K下來 對 所以其實要去做 這類型的股票 短打就好 而且你一定要先進場去卡位 不要等到人家衝上去了 再追上去的時候 還有就是要你先要先想好 那現在只是在短打 那你的退場的一個機制 要先想好 再進去做一個卡位 那另外還有一檔的話 就是在這個大宇支的部分 其實這三檔都是我們 在禮拜二的時候在這個地方 我記得那一天大宇支的時候 佑達還問我說 老師這看起來好像好像又掉下去 結果今天你看蹦一下就又創高了 他就是做那個大富翁的 另外其實他的主要的收入 是在這個大陸地區 大陸地區我相信最近這幾天 其實大家看到那個新聞 會有一點捏冷汗 就是說本來預期說他們解封了 會有一些解封箱機 對 會有一些解封箱機 但是一台飛機裡面 竟然有一半的人是確診 對 這是去義大利的班機 52%的陽性率 對啊 多可怕 大家聽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不然我暫時先不要出去 所以很多人就是搶快篩股 對啊 那我乾脆來獻上我們一個線上遊戲 所以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很多股票 只有兩種股票特別搶 一種是快篩股 一種是線上遊戲股 但是這種東西不是說 今天看到了再去追 而是我們必須要領先去想好 先去做一個卡位 而且只保留三成的資金 在裡面銷完就好了 那如果以大宇之為例的話 像是如果前兩天有進場的 今天還沒有賣的 那它防守點怎麼設會比較好 沒有錯 其實這個在禮拜二的時候 是不是有跟各位報告了 大家最簡單的 看板軟體都有的量價關係 往前一看 爆大量的高點 是不是在這個59.2 如果說這個在破掉的時候 其實就不用跟它玩了 也許有更好的選擇 明天回測破掉 就可能要見好就收了 對 因為在這四一方 既然你是短打 主要是真的能夠賺得到錢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 這是在遊戲股的操作 看到了很多的上影線 其實今天台股的開盤 會弱勢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看到了美國股市表現 其實還是不好 特別是在跟台灣聯動相關的蘋果 蘋果這麼大的公司 今年跌跌不休 昨天還創下了 18個月來的新低價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的 供應鏈都拉緊爆 鴻海也跌破百元大關 到底什麼時候 相關的手機供應鏈 或是電子股 才有回溫的機會呢 其實在台北股市 我的經驗是這樣子 如果說你看得很短的話 很容易被人家耍了 所以我是比較建議 譬如說明天就要12月 就結束了嘛 那你要現在要去放元 那接下來元月 到底有沒有什麼行情 或是甚至說再晚一點的 三個禮拜之後就過年了嘛 那過完農曆年之後 有沒有紅包行情 那我看來看去的話 我覺得從納斯達克指數 好像看到了一點點曙光 為什麼呢 有曙光 它都快破底的那種曙光 對 真的 真的又提到了一個重點 它只剩下119點 它只剩下119點 它就破掉了今年的低點 創了這個新低了 但是我看一看的時候 我覺得譬如說像昨天 它就收低了139點 以它這樣子的速度的話 可能今天晚上 或明天晚上就下去了嘛 那下去之後 才是我們要去看 到底有沒有一個機會 我覺得在納斯達克指數 可能有一些觀眾朋友 比較沒有去注意到 但是它的這個特色 非常非常明顯 也就是說納斯達克指數 比如說像在這一段 它破底對不對 可是它破底的時候 我們會趕快去看一下 它有沒有出現背離 MACD沒有破底嘛 沒有破底 對 所以這時候 它就出現了一個背離 所以它是不是就拉出了這一段 有沒有 所以它這種背離的一個態勢 它表現得真的非常明顯 那拉上來的時候 很明顯的上面有一條線 有一條線其實這個是20州軍線 那我為了在日線上 幫各位去展示的話 20乘以5的話就是100日軍線 你會發現它在這地方 遇到它做一個技術性的尊重 可是它不甘心再撞一次 再撞一次 可是畢竟它還在扣高 太硬了 衝不過去 那怎麼辦 我再回來 再回來看來看去的話 那只能夠再走那個 背離的那一招嘛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重點 各位這個聽得到真的是賺到 真的 因為它會12再再23的完 明年的行情就看到 你注意看 萬一它只剩下119件 今天晚上破底 今天晚上如果跌交貨 今天晚上真的破底 或是明天晚上破底 或是接下來它破底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它用10天 走出背離走出了這一段 可是這地方 萬一它真的破底的話 它是用了快三個月的時間 走出了這個大背離的時候 你要去供這個20週均線 我覺得那個底氣就很夠了 所以就是可能會再次的出現 二度背離的狀況 就是變成大破大力了 假跌破然後又給你拉起來 每一次在市場上最悲觀的時候 都是大行情的開始 10月底的時候是不是就是這樣子 要注意一下納斯達克指數 會不會收跌超過119點 今天跌升反彈的個股當中 也包含了IPC制裁 最危險的狀況過了 其實這個地方 我還是會提醒各位 為什麼我剛才提到說 七成的資金 請你先握在手上 我記得在禮拜二盤中連線的時候 跟曾偉在盤中電話連線的時候 那時候他問我一檔股票 4968的利基 好 我們看一下4968 今天跌停 對 那一天超強的知道嗎 禮拜二哪一天 漲停買不到 結果隔天打開之後爆量 今天直接灌到跌停 它也是電子股 它也是電子股 所以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是七成的子彈 先握在手裡面 就算看到漲停不要隨便追 對 等到對的時間點 再進場去做一個切入 那比如說像創意 昨天被殺到跌停板 市場上大家一片的一個 這個看空 對 後來 原來是外資出了一個報告 外資出報告 把它的平等往下掉 但是把它的一個目標價往上抬 你不覺得 它這個東西出來的時候 它就是在打臉嘛 它之前也看錯了 不然你調降平等的話 應該是目標價往下調 照理來講順勢的 之前只看到550塊 結果被嘎到了822 所以昨天誰看到這張 這個報告超緊張的 投信 投信它倒出了1600張 直接倒到了跌停板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它倒出來的被誰買走了 外資接走了 對 外資今天看到之後說 我出那個報告了 打到目標了 各位 真的市場上的水很深 所以像這種東西要去做一個 要去做一個鎖定 這個我在網路上 會持續幫各位去追蹤 包括說跟它同一掛的 昨天也是被罵到爆的 你有沒有發現昨天是投信在賣 結果誰在買 投信賣了100張 結果外資買了400張回來 他在幹嘛 他在幹嘛 所以現在要七成的資金握在手上 鎖定的就是 如果說元月那斯達克指數 開始出現絕地大反攻的時候 這種東西不是賺那個一兩塊的 有哪一檔股票 可以從400塊直接漲到800塊 現在又有機會了 我會幫各位去鎖定 請各位一定要記得 掃描QR Code按178 其實很多的電子股 有機會跌到甜甜的價格 可以適合在明年的元月行情來低接 阿浩老師也會在網路直播提醒大家 所以大家如果想得到更進階的教學 現在馬上拿起手機 掃這個電視上的QR Code 加阿浩老師的LINE 或是LINE搜尋 小老鼠庫的580 178 網路教學加LINE按178 有什麼樣的通知呢 因為我這一次通告直到明天 直到明天 我不確定它是元月就發動 還是說過完年之後 紅包行情再發動 但是我會每天持續在網路上的教學 幫各位去追蹤 這些被錯殺的電子好股票 對 電子好股票 阿浩老師也會在網路教學告訴大家 節目回來也要告訴你 護國神山台積電 今天守住了一個重要的支撐關卡 季線442塊 收了一根開低走高的紅K棒 所以現在是適合低階的甜甜價嗎 還是要避開圍儀呢 稍後請教揭帥老師 歡迎你回到1600股民開講 我是蔡佑達 外資在今天台股調節了百億元 連續兩天都在賣股票 也使得新台幣繼續有貶值的壓力 今天中場新台幣是貶1.7分 收入在30.732元 量能稍有回溫12.9億美元 再接下來就要問傑帥老師囉 因為從兩個禮拜前 你提醒大家說大盤已經轉空了 我們來統計一下到今天為止 其實從高點扣底下來算下來 也跌700點的幅度 但是今天我們又看到 兩個很重要的訊號 第一個就是季線好像有撐 第二個就是白點的下影線 有沒有符合止跌訊號了 好的 謝宜佑達 這個地方我的答覆 可能又要讓股民稍微有點失望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地方 你問我可不可以買股票 我還是要告訴大家要等一等 還要等 為什麼呢 還要等什麼 等什麼 來 我們來告訴大家等什麼 我們就是要等到 像這個12629這種底部 很明顯的底部出現之後 才能夠進場去買股票 好 你一定會說老師 這個12629是之前的一個行情 1269到底有什麼徵兆 我們才可以買股票 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你看到這個12629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是前一波行情的一個低點 它一定要符合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KD小於20 當然第二個條件就是要出現一個 所謂的黃金交叉 這兩個條件只要成立之後 我就會告訴股民們 可以全力進場去買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大盤跌了這麼多天 KD我們來到20一下 有 這個條件好像成立了對不對 第一步成立了對不對 但是還有第二步 我們來看一下MACD MACD好像還沒有成立 MACD現在還是死亡交叉 所以現在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這個東風就是 MACD形成黃金交叉的那一天開始 我就會告訴大家 可以放心進場去買股票了 所以現階段 大家還是要等待真正的底部出現 等待真正的底部需要花時間 等著這段時間 我們有什麼的策略會比較好 OK 好 接下來就是我要告訴大家重點 接下來再過一天的交易日 就是明天 我們這個2022年就要說Goodbye了 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就要如何迎戰2023年 我覺得要迎戰2023年 全國的股民在收看這個節目的股民 都要學會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就是你一定要學會 懂得如何去賣股票 或者是空股票 因為我們都知道 在這個金融市場裡面 會買只是徒弟 會賣才是真正的一個高手 真正的一個師傅 問題來了 要怎麼買股票 要怎麼賣股票 一定要有一個邏輯 這個邏輯其實我每天都 跟大家在分享 買股票 我們當然一定要是買底部的股票 沒錯 底部的股票我剛剛跟大家講過了 當KD進入了20的超賣區 同時MACD形成黃金交叉 這個就是股價的底部 大盤也是 大盤我們要等到真正底部出現的時候 各位剛剛看到1269 是不是KD進入20的超賣區 MACD又形成黃金交叉 才可以去搶反彈對不對 那一波行情是不是2500點 頭部成形我有沒有告訴大家 有 當時的KD來到80 而且12月7號那一天 MACD形成死亡交叉那一天 我就告訴大家股價頭部成形了 所以用這個方法 基本上你就知道什麼是低點 什麼是高點 問題來了 有很多投資朋友沒有時間 學這個東西怎麼辦 所以我也是為了要讓我自己的工作 更有效率 我把這些邏輯 全部都彙整起來之後 我做成了一個人工智慧的一個系統 這個人工智慧系統我發現 他比我判斷的速度 還要更精準 更快速 因為他是電腦運算 電腦運算搭配技術分析 他的速度絕對比我人腦判斷的速度 還要更加的能夠精準 掌握到關鍵轉折 而且他可以讓我很輕鬆的 去知道哪些股票可以做多 哪些股票可以放空 多空雙向 靈活操作 好 那這種方式到底可不可以判定大盤 可以 我講過了 看這個股民開講 我就是要讓大家用最簡單的方式 來判定大盤跟個股的一個底部跟頭部 像這個地方 10月25號是12629對不對 這個地方是低點 那如何判定這裡是低點 很簡單 只要看顏色就知道 我也不需要去看什麼線型 有了這一套人工智慧系統之後 我發現我判斷這個速度更快 因為10月27號 我就知道這裡可以講反彈 所以這一波行情反彈上來之後 如果有做期貨波段的投資朋友 你也可以很輕鬆的 掌握到1700點 我講了現在要等 與其等不如積極的攻擊 怎麼攻擊 當然是要學會放空 這就是2023年大家要學會的事情 你要學會賣股票 要學會空股票 也要學會做多期貨 或者是放空期貨 在這個地方12月7號有沒有看到 12月7號為什麼我敢大聲說 這個地方已經頭部成形了 因為人工智慧告訴我們 頭部已經成形了 這裡叫14630 這個跌下來之後 就像佑達所講的 來到今天大概已經有700點的幅度 對 有700點 你看這個往上一段1700點 往下649點 是不是你就可以多空雙向 你可以賺的錢比別人還多 而不是消極在那邊等待底部 對不對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當你學會放空 或者是去賣股票的時候 基本上你可以賺錢的速度 可能會是別人的兩倍 我們舉個例來說 像跟大盤最有關係的台積電 對不對 台積電我當時告訴大家 這裡是頭部 為什麼 因為這裡出現死亡交叉 對不對 這裡黃金交叉 這一段370 到這個地方大概480左右 這裡你可以坐一趟 坐一趟之後 如果說你不懂得放空股票 這一段你只好繼續等 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要黃金交叉 但是如果你學會放空股票 我講一個比較烏鴉嘴的話 如果萬一台積電 他又跌回到370 你可以賺比別人多一倍的錢 為什麼 因為你會知道370買上來 然後480賣下去 這一趟上去110 下來又110 是相賺 我講台語 就是兩段 你等於可以賺比別人多一倍的錢 當然台積電應該怎麼操作 沒有學技術分析沒有關係 人工智慧會告訴你怎麼操作 這邊綠變紅的時候 390可以買對不對 到這裡的時候是不是紅變綠 很清楚 你只要看得懂顏色 第一個 你知道這裡是底部的時候 你就敢重壓 然後來到這裡的時候 你會全部的把你手頭上的多單 全部賣掉之後 接著向下操作 讓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向上操作一張價差是8萬8 一張88塊就8萬8 向下操作 如果你學會放空台積電的話 基本上就跟大盤一樣 一張價差也是3萬5千塊 這一段時間你就不用等了 因為很多人現在在等 台積電的甜甜價的買點 今天算甜甜價嗎 當然不是 我們看一下主力控盤 這個地方還是綠油油的 還是綠油油的 我們就需要等 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變紅的時候 那才是一個所謂的 真正的甜甜價 就像當初來到370之後 這裡油率翻紅390 這裡就是一個很漂亮的甜甜價 甜甜價買上來之後 買到這個山頂上 當然就要懂得賣 問題是你要有個依據 對不對 很多投資朋友都說我也會賣 可是你賣在哪裡 你買在390 你賣在400 可是這個不算高手 真正的高手是賣在這個大概480附近 因為他有了這樣人工智慧判定的方式之後 他就不會隨便亂賣 因為這邊是多方式 所以你不會亂賣 這邊當然你也不會亂接 因為你要等到他綠變紅的時候 你才會真正的進場去接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談這個生技股 對 生技其實不好做 生技股前幾天 出現了一根亮燈漲停板 很多人在這一天又進場跳進去了 這個就是投資朋友的習慣 因為沒有任何的 技術分析的判斷依據 很有可能就在這一天跳進去買 但是這一天可不可以買 我的答案是不能買 你看一下底下 這裡是不是MACD 是不是死亡交叉 所以這裡只能視為一個空頭反彈 如果你在這一天買 今天這兩天跌下來 你是不是馬上又住套房 沒錯吧 真正可以操作是這一段行情 這裡MACD你就好好的做 來到這裡之後就乖乖的出場 然後向下操作 甚至於來到這一天 你看到他漲停的時候 別人再買 你應該要進場去做放空的動作 你會空在所謂的田田架 可是放空空在高檔地區 如果說沒有技術分析當靠山的話 沒有關係 我講過了 這個人工智慧現在真的很厲害 232這邊有個箭頭 對 紅色箭頭 這裡綠變紅又可以再買一筆 232買 239買 我們再講一個烏鴉嘴好了 如果說這個合一這一檔股票 他會跌回到232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在這裡 一趟上去43塊 在這裡275賣掉之後 232再給他回補 是不是又一趟43塊 所以為什麼我說 2023年大家要逼自己進步 因為當你進步之後 你這裡上去也叫做鈔票 下來也叫做鈔票 你懂得往上操作 也會往下操作 當然如果你不會做空股票的話 你只好繼續的等 等什麼時候 等這個地方綠變紅的時候 現在還沒有 但是我們都知道時間就是金錢 如果你在等兩個月三個月之後 這裡才綠變紅 那不是很浪費時間嗎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最積極 最正確的做法是因為 你要掌握到底部跟頭部的關鍵轉折 你自然就會多空雙向靈活操作 再來看另外一檔比較低價 同一個集團 同一個集團中天 這一檔股票比較多人操作 因為它的股價比較低 那一樣的方法 它跟合一很像 這裡進場 這裡出場 為什麼 因為這裡黃金交叉很容易看 然後這一段多方架構 你就是抱到這個地方之後就要出 該出就要出 這一根紅K棒是讓你買還是讓你賣 事後來看是要讓你賣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知道 因為我們有技術分析當靠山 因為它這個死亡交叉的狀態 還是一樣沒有變 我們再從人工智慧的角度來看 人工智慧講真的 它就是在56塊 59塊 它做一段上來之後 來到這裡66塊8 它就出現了一個很明顯的一個 由紅翻綠的一個 反轉的一個訊號 這個反轉的訊號基本上 你一張就可以賺到大概 10塊錢 10塊錢 來 再講個例子 如果66塊8 它又讓我烏鴉嘴一下好了 如果它真的又跌回到56塊3 你這一段行情跌下來 你一樣可以再賺一趟10塊錢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為什麼2023年 大家一定要逼自己成長 因為接下來 我們都是要成為大贏家 我在這個節目上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何去做多 如何去放空 什麼時候可以做多 當然就是要發現 它底部成形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做多這一檔股票 而頭部成形的時候 我們不但要懂得賣股票 我們還要懂得向下操作 我今天所講的三檔股票 包含台積電 合一 中天 這些都是可以放空的 我舉例一下 中天 今天下午開法說會嗎 如果它有好消息 明天股價有漲 股價有漲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它MACD有沒有形成一個 所謂黃金交叉 如果不懂得看MACD 一樣看顏色就知道 顏色在沒有翻紅之前 就是要繼續等待低一點的買點 就像我跟今天節目剛開始 跟大家講的 就是說現在大盤到底只跌了沒 我認為還沒有 因為第一個 它只有來到KD 來到低檔地區 現在大盤確實是跌很深 來到1萬4這個低檔地區 可是MACD還沒形成黃金交叉 所以現在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大家還是要耐心的等 當然剛剛講了那麼多 還有沒有最新 剛剛頭部成型的股票 其實我們每天都在看股票 今天我又找到了一檔 這檔股票之前大家可能 有可能買在這個頭部地區 現在它已經剛剛油紅翻綠 這一檔我認為是一個 很漂亮的放空標的 如果投資朋友 你們有在放空股票習慣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在今天 加LINE 回覆888 來了解這一檔最新頭部成型的股票 怎麼了解 其實我每天真的很認真 為什麼 我每天早上 其實還要做一個 屬於自己的一個 股票的直播教學影片 這個股票直播教學影片 我都要花20幾分鐘 每天都錄20幾分鐘 我就是在介紹這個 最新的這個怎麼講 人工智慧的一個操盤方式 這是最新的科技 2023年如果大家一起進步 要運用這個高科技的方式 來了解這個最新頭部成型的股票的話 可以去觀賞一下我的直播節目 那只要加LINE 回覆888 我們就會給你這個影片 那低買高賣一定要用對方吧 歡迎各位掃描QR Code 或者是透過LINE ID 直接搜尋小老鼠A957 直接來鎖取我的教學影片 直接來了解這個最新頭部成型的股票 好 如果大家有聽不懂的地方 或是想得到更進階的教學 現在馬上拿起手機 要掃這個電視上的QR Code 加結算老師的LINE 或是LINE 搜尋小老鼠